北京知名作家铁流最近发表一项倡议 希望全国幸存的五七右派滥友 迅速发起一个起诉毛泽东罪行的签名活动 一定要毛泽东的腐尸出膛 毛的头像下墙 铁流表示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 5月底铁流公开倡议 全国受害的五七人团结起来 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毛泽东践踏宪法 无视生命 枉法杀人的血腥罪恶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初 中国国有企业的部分工人 响应毛泽东五七指示 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 被统称为五七工 铁流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中国面临的形势非常可怕 红色血腥在一步一步升级 毛派极左势力十分猖狂 他们反对改革开放 要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血腥时代 他们在全国各地发起 公诉毛鱼市新子林的活动 企图用毛的歪理邪说 重启阶级和阶级斗争 铁流为此发表了 披毛接毛的倡议书 要求粉碎毛派的极左势力 铁流指出 毛泽东一生制造事端 杀害党内数十万人 1957年以阳谋陷阱 把全国五十多万民族精英 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使得他们家破人亡 破级三代 沉冤二十多年 他又违反自然规律 大搞超英赶美的所谓大跃进活动 新手制造了一桩桩人为的饥饿 竟然活活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中国人民 为搞家天下 发动文化大革命陷害中粮 毛泽东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动乱因素 我们这一代受害的人 如果我们不是要说话 因为我们还活着的 我们就是历史的证人 就是毛泽东一张一张最美的天证人 我们非得起始他 把他的头像从天安门扯下来 把他的腐丝冲 另外坚决反共反专制的 前中国南南国家队队员陈凯也表示 毛泽东是强权的主要代表者 毛泽东他是跟希特勒和斯大林 等同的一种魔鬼 但是我觉得他比斯大林和希特勒 可能杀害的人更多 他一个人所杀害的人 相当于超过斯大林和希特勒 所杀害人的总和 他从来没有忏悔过 对他所犯下的罪行 给你举一个例子 当这个58年大卫进以后 当有人报告给毛泽东说 饿死这么多人 毛泽东当然说 人死了可以嘛 人死了以后埋在地里可以当肥料嘛 陈凯强调 他不认为毛泽东有任何的良知 因为他从来没有忏悔过 在中国现在有一些这个什么 你看那个出租车司机啊什么的 他们在出租车司机里 那个里面还挂个毛像 说这个东西可以保佑我 为什么这个中国人可以用这种魔来保佑 这个是共产党利用人们心中的恐惧 来控制整个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机 就是利用这种恐惧感 就是你不信我我杀人 你不信我我把你关起来 饿死你 很多中国人 他由于长期的这种良知的这种这个敏念 他只塑造于心中的恐惧感 他被自己心中的恐惧感所统治 因此陈凯认为 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良性社会 就不能塑造人的恐惧感 要塑造人的良知 新唐人记者常春唐瑞吴慧珍采访报道